如今,国企开始加速剥离房地产业务,据中国证券报获系,前8个月,被交所共成交房地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项目68宗,同比增长44.68%,成交金额260.43亿元,同比增长15.67%。 业内人士表示,随着帮助不吵理念的事情,房地产市场将面临大调整格局。 在此背景下,国企地产板块分拆重组将提出,股权转让和合作开发、混改等模式将带来新机遇。 北交所信息显示,1到8月,在北交所成交的68宗房地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项目中,养其有38项,成交金额为130.34亿元。 同时,地方国企正密及玻璃地产业务,例如,近日,重庆长行旗下地产公司持有的重庆恒存置业有限公司,45%股权及6万2383万元债权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。 至此,重庆长行将逐步退出房地产市场,2017年以来,已有十多家重庆市属重点企业陆续将旗下房地产自公司挂牌出售。 事实上,突出竹业,开辖并购重组和专业化政核,已成为目前国企重组重要内容。 对于央企的房地产板块,早在八年前,国资委曾下达退房领,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清退房地产业务,只留16家主业为地产的央企,2011年优先增5家,共21家央企获得房地产经营资格。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黎锦表示,中国房地产业黄金十年已过去,存量时代已来临,房企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,也将面临大调整的格局,不断寻找查理化,将成为房企需要思考的命题。 虽然央企拿地和融资优势还在,但随着房住不抄理念的事情,再去当感激负债,国企改革,加速的当下,国企地产板块资源整合已是大势所趋,转型创新已已迫在眉睫,非地产主营业务国企分拆重组将起诉。 目前,保利,招商和中海等第一梯队,企业重组已基本完成,中梁,中交建等地产百块整合蓄势待发,而在国企忙退风之际,如今越来越多的房企也喊出去地产化的口号,并纷纷更名已是决心。 例如,近一两年,从恒大地产更名为中国恒大开始,时代,远扬,龙湖等企业已纷纷改名,从名字上拿掉地产二字,而房企的去地产化,已不仅仅停留在更名上,其业务发展多元化早已在路上,但房企去地产化,仍意在于房地产这块蛋糕。 广东中原黄涛表示,拿掉地产,以发展或者集团的名义重新上路,房企们依然是围绕地产下苦工,属长租公寓和养老公寓,是基于房住部场,开发商次持物业份额高大的背景之下所作的决定。 而进军建筑,地产经济,金融服务,则是延长产业线链条,扩大经营范围的做法,因为这些服务是与地产开发直接相关的行业,与其让人家赚钱,不如自己也把钱赚了。 而国企退房,房企们也将迎来新调整,市场人士表示,在新的发展阶段,大型房企通过并购加速获取资源。 被房地产竹业国企通过出售房地产积物股权,回笼资金,回归竹业,中小型房企加速转平。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化进一步加剧,房地产行业将成强折恒强态势,并购重足将增夺,出现很多新现象和新机遇。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中的股权转让,合作开发,混盖等模式,综合子,中国证券报,广州日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